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一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有关美国政治的新闻 讲到现在美国的政局 修杰在节目里边经常讲民主党的极左派 或者美国政坛上的极左派 所以一直有听众在问 你说的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左派 什么是右派 到底谁是左派 谁是极左派 怎么看美国现在政治的左派势力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说民主党现在被左派势力所左右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什么是美国的极左派 什么是美国的右派 其实讲到左派跟右派这个概念比较空泛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 为什么会有左派右派这个词呢 这是源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 保皇党算是右派 他们一般在议会里边坐在右边 那么共和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所以他们一般住在议会的议席的左边 基本上这两种人的政治意见是对立的 所以就被称为左派跟右派 左派其实我们怎么界定它呢 我觉得很难 因为什么 因为政治主张当中我们把它分左右派 但是我们如果单纯看左派的话 左派里边又有温和派 或者你可以说是左派里边的保守派 左派里边的右派 左派里边还有激进的左派 比如说现在民主党 我们就经常说民主党内激进的左派议员 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派跟右派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大家的政治立场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能空泛的说 一般主张比较保守的 主张温和改革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右派 主张用这个激烈的手段 一次性的改变政治现状 改变社会制度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左派 那么左派跟右派具体来说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先来看最近我们讲的 美国国会这次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跟那个3.5兆的狗肉法案 凸显了民主党内部 极左派跟温和派之间的斗争 那么极左派现在在民主党内的势力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为什么说在这个9月30号 10月1号都不能够让佩洛西安排 表决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呢 因为民主党的左派认为 必须跟3.5兆的捆绑 那么如果他们要求捆绑的话 佩洛西硬是要在国会 就要表决的话 佩洛西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 现在民主党内的这些 所谓的极左派 或者有人把它称之为 进步派自由派 反正就是在民主党内 立场比较左倾的这些议员呢 有一个领袖 这个领袖的名字呢 叫贾亚帕 贾亚帕是个女性 她是来自华盛顿州的国会众议员 她现在是民主党内 左派的这个领袖 那么在这个9月30号 9月1号 佩洛西想表决1.2兆的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的时候呢 本来佩洛西以为 她能够说服党内的左派 配合她 先通过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毕竟这个法案对拜登太重要了 但是等到佩洛西 真实通知准备表决了说啊 贾亚帕斩钉截铁的说 如果你不把那个3.5兆的绑在一起 我们就不可能投票赞成 你这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那么如果贾亚帕不赞成的话 那么追随她的一众民主党的左派议员 都会投下反对票 这里有多少票呢 50票 50票的情况 我们知道是非常严重的 在美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一个政党在国会众议院 所占的这个最优势的议席啊 也无非大概就是50票 而现在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 大概是7票到9票 那么如果这个贾亚帕带领她的 这个左派的民主党的议员 投反对票的话 佩洛西将会失去50票 那么任何法案都不可能 在没有党内极左派支持的情况下通过 这就是佩洛西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佩洛西其实啊 两年前并不是这个状态 当时川普当政的时候 佩洛西已经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佩洛西还能够在国会当众批评 民主党内的所谓四人帮 我们知道民主党内的四人帮 应该说代表了 民主党国会众议院里边 最极左的势力 他分别是科蒂兹 有些媒体把他议成欧凯秀 科蒂兹算是西班牙裔的 那么另外一位呢 就是普瑞斯利 普瑞斯利是非洲裔的美国人 那么第三位呢 叫特莱布 特莱布是巴勒斯坦裔的 还有一位叫欧马尔 欧马尔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 所以这四位少数族裔的 女性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 被称之为四人帮 因为他们代表了 美国民主党内的极左派 当年佩洛西还能够 当众训斥这个四人帮 要他们在这个议员 在议会里边表决的时候 保持跟党的立场一致 这四个人呢 当时还不太敢反驳佩洛西 但是今天呢 这四个人已经公开的 在批评佩洛西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经常讲一个观点 民主党温和派 一手养大了党内的 这个极左势力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四人帮 贾亚帕这些人的势力壮大之后 他们已经开始反咬温和派 反咬佩洛西这些 资深的民主党领袖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民主党的极左派 虽然势力在不断的壮大 今天那个贾亚帕 已经可以领导 50位左派的议员 跟他站在同一政治立场 但是民主党内的温和派 势力更大 那么现在民主党的温和派 跟极左派的斗争 已经是如此激烈了 甚至超越了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斗争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民主党内的 极左派势力跟温和派 将会有决死一战 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有决死一战呢 这个话题我们放下先讲 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了 我们怎么样分左派跟右派 其实我们从整个政治理念来说 左派跟右派之间 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跟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 社会主义的这个拥护者 他们主张用激烈的革命的手段 来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 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在他们的理论当中 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人类一切的困境 通通都会迎刃而解 那么过去我们讲过了 人类历史到现在困扰 我们人类社会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贫富总是不均 所以呢 左派认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 而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呢 其实社会应该通过温和的改革 把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弊端 慢慢改革掉 让我们的社会不断的进步 我们华人对这种左派政治观点 和右派政治观点最熟悉的 我想应该就是中国共产党 跟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就有前者 中国共产党主张 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 然后呢 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富强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 大家了解一下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 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想大家自己会有答案 而国民党呢 国民党当时被认为是保守势力 被认为是维护这个资产阶级利益的 那么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 有没有进行一些温和的改革呢 大家如果了解国民党 迁到台湾之后 台湾段历史啊 我们很熟悉的有 三七五简珠啊 庚泽有七田啊 可以说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啊 都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目的都是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 目的都是让这个国家 让经济更加强大 那么结果如何呢 我想大家对比一下 1949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土改 再对比一下 国民党在迁到台湾之后 三七五简珠 庚泽有七田 这些温和的改革方式 我们就知道 左派跟右派 政治立场不一样 观点不一样 所采取改革社会的措施也不一样 哪一个是更加有效的呢 1949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进行土改 当时的农民啊 可以说欢天喜地啊 就直接把地主枪毙了 把地主家的这个田地给分了 把地主家的财产分了 甚至地主的小老婆 地主的女儿 都嫁给了村里面最贫穷的农民 当时的农民可以说欢天喜地 好像天堂般的生活 马上就要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熟悉那段历史 我们就知道 这些分到农民手上的土地 在短短的几年期间 就从农民手上被收走了 这就是革命给当时农民 给中国很多社会阶层 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激进的革命的手段 为什么会得到当时 大多数人的拥护呢 而现在这种过去的历史 又对美国有什么启发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聊聊 左派跟右派这个概念 或者说左派跟右派 现在在美国是个什么状况 那么美国现实社会当中 我们如何看待左派跟右派的 这个政治理念和政策呢 上一节我们讲了一个历史时期的 一个对比 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在中国实行了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 当时这个土地改革的手段 是十分暴力的 把很多大量土地的拥有者 把它标签为地主啊 富农啊 这些人不是受到监禁迫害 就是被枪毙 那么他们的家产都被分光了 很多农民从地主上 平白无故的分得土地 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愉快 他们觉得天堂的生活 通过革命已经到来了 但是短短几年之后 这些土地又从他们手上消失了 特别是在50年代 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当时农民变成了中国社会当中的最底层 所以跟他们当初土改的时候 从地主手上获得土地 那种心情啊 真是一个天差地别 那么很多人都很奇怪说 当年中共在建立政权的时候 用这么暴力的手段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些农民的广泛支持呢 当时大家都怀着极大的愤怒 去对地主进行控诉 控诉他们这个地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 控诉完之后 借着一股怒气就把地主压到村口 一枪就毙了 然后开始分他们的家产 甚至把他们的小老婆 把他们的女儿都嫁给这个最贫穷的农民 我们回顾历史啊 这种暴力革命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 就是它发动暴力革命之前 首先制造阶级的对立 它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首先问大家这个社会是不是不公平 当你这句话向穷人发问的时候 穷人肯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为什么我过这种衣不避体的生活 而很多人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那么既然这个社会不公平 那么是谁造成的呢 于是这种革命的理论 就会树立一个对立面 告诉穷人说 你们为什么贫穷啊 是因为这个阶层对你们压迫啊 剥削啊压榨啊 因为他们所以导致了你们贫穷 那么对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应该以牙还牙一眼还眼 用暴力的手段去推翻这个压迫我们的阶级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在美国有这样的社会运动吗 有啊 其实美国这样的社会运动 绝不是今天我们才看到 在1950年代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之前我们讲过了 因为前苏联当时变成一个庞大的帝国 所以令到很多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 觉得那才是人类的未来 所以当时50年代在美国 共产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可以说层出不穷 今天的纽约市就是当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巢 在那段历史时期啊 我们不但看到有很多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甚至暴力革命也在美国若隐若现 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叫地下气象源的 由美国共产党领导的恐怖组织 就是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美国政府 当然这种极端的行为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支持 为什么1950年代在美国会催生这种社会主义运动 除了我们刚讲的苏联帝国的影响之外 其实当时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在复苏过程当中 那么社会的贫富差距比较大 也是一个社会弊端 所以当时在美国就兴起了这样的运动 美国前五星将军 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马歇尔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贫穷是产生共产主义的唯一土壤 所以说当社会出现不公 当社会出现贫穷阶层的时候 或者是某个阶层越加贫穷化的时候 这种思想就往往容易出现 那么美国今天为什么我们说左派会兴起呢 同样我们之前讲过了全球一体化 令到大量的美国蓝领阶层失业 而这种社会的影响 导致了一些中产阶级开始出现贫困化 那么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 美国产生了一个非建制派的总统 这个人叫川普 川普就是在全球一体化 令到美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工人失业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选为美国总统 川普无论是在竞选的时候 还是当选的时候 川普的民意基础十分雄厚 无论你怎么看待川普 川普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不可思议是来源于 大家对社会不满的忽略 当时川普挟带强大的民意 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说明美国社会 对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当中 所受到的伤害十分不满 所以川普上台之后 就把美国的政治这个钟摆 向右摆 我们经常说美国政治像钟摆一样 在左右之间来回的摆 如果美国政治出现了极左 他会摆回到右边 那么如果太右 他又摆回到左边 那么希望这个钟摆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中间的时间越长 对美国社会越有利 所以当时川普的名望十分高 川普的名望高造成了两个 大家没有想到的结果 一个结果呢 就是美国的保守势力的兴起 那么美国在奥巴马执政八年 其实左派的力量已经开始兴起 但是只不过没有壮大到今天这个地步 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呢 美国保守势力兴起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 当时美国社会为什么左派跟右派的一些社会团体之间冲突这么厉害 但是当时虽然在美国社会上左派跟右派已经开始产生了分裂跟对立 但是川普的民意指数还是非常高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呢 就是民主党觉得要战胜川普比过去更加困难了 面对他们完全看不起的川普成为了美国总统 民主党必须要找到能够打败川普的良策 俗话说啊 狗急跳墙 民主党在这个时候啊 怎么样才能打败川普呢 用党内的极左势力承认民主党觉得是个有效的方法 因为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对立 左派社会团体跟右派社会团体啊 经常发生冲突 川普上台 令到美国的保守势力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 但是左派的社会组织岂能散罢甘休 这就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经常我们看到什么黑命贵啊 Antifa这些社会组织会跟一些保守派团体在集会的时候发生冲突 而一旦发生冲突 民主党手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就是他们经过多年的经营掌握了大量的媒体 这些媒体啊 就把这些保守派的社会组织 把他们抹黑为什么极右组织啊 什么这个纳粹组织啊 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教会中学的白人学生 在华盛顿纪念碑 举行为生命而行走这个活动的时候 受到了这个印第安酋长 以及一些黑人极左组织的挑衅 而这件事情呢 居然就被描述成 川普所支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在华盛顿纪念碑 挑衅一位印第安的酋长 挑衅这个非洲裔的美国人 当然最终这个事情真相大白了 但是这并没有对美国当时的社会对立 产生任何影响 社会依然对立 而民主党呢看到了利用这个黑命贵业 Antifa这些极左组织 能够为他们在基层民众当中 动员出政治力量 所以民主党在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下 就把自己的这个政治赌本 就压在了极左派的身上 于是在美国的联邦的选举当中 各个社区的极左派政治人物 开始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 而这些极左的政治人物 他们支持的群体往往是少数族裔 我们很多华裔看到美国民主党经常说 他们非常重视美国少数族裔的选票 都说这个民主党是帮助我们的 其实他们所说的少数族裔 根本就不是指着你们华裔 他说的是这个南美裔或者是非洲裔 这两个群体是民主党左派最基层的社会基础 他们在大选当中之所以获胜 他们很多选票都是来自于这两个群体 那么相应的民主党在这些政治人物进入国会之后 民主党推出的政策就跟这两个团体有密切的关系了 比如说民主党最主张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不要说川普年代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积极的反对川普反非法移民的政策 就是因为一个边境墙建造的费用 让美国创下了联邦政府关门最长的记录 因为在这个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这个群体当中 是这些极左派议员在选举当中胜利的基础 我们不能说这些非法移民就参加了美国大选的投票 所以导致这些极左派的政治人物能够成为国会议员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是每一个非法移民的背后 都有若干个美国合法选民的家庭背景 美国很多选民他们在中南美洲有不同的社会关系 甚至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家族关系 如果这些非法移民能够进入美国 并且能够通过某种立法的方式变成美国合法居民的话 这对很多西班牙裔的美国选民来说 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这部分就成了美国民主党内这些极左派基层的支持力量 那么另外一部分社会力量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清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在美国政治 我们如何区分左派跟右派 那么什么是左派 之前我们讲了 民主党内的左派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川普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 川普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要把美国的政治钟摆要向右回摆 那么这种情况就令到民主党继续在短期内找到一个良策 能够打败川普 于是他们并集乱投医 觉得利用党内的极左派以及支持他们的群众基础 打败川普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这些极左派他们的这个政策主张比较激进往往容易得到某一个社会阶层的支持 而这些社会阶层会把这些民主党的极左派推向选举的胜利一方 让他们变成国会的立法者 所以民主党在很短一段时间 培养了大量的党内极左派 而这些极左派在选举过程当中 他们有两个比较大的社会团体 对他们是有支持度的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西班牙裔的选民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非法移民的政策 民主党的非法移民政策 可以给这个群体带来好处 所以这些人往往在选举当中 会把票投给一些主张特色非法移民的左派政治人物 那么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非洲裔美国人 我们知道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当中 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存在 为什么有点特殊呢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来 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他们的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 他们的学术地位都比较低 并且在监狱里面所关押的囚犯当中 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非洲裔美国人 在押人数比例比较高这样的状况 所以长久以来 美国社会一直有一个社会矛盾 就是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 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相对白人会比较低呢 过去你可以把它归咎为 美国存在的这个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 美国从现有的法律上 行政政策上 你找不出任何一个条文 是歧视非洲裔美国人的 但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 依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 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对此不满 而民主党就利用了这种不满 民主党总是制造这样一种声音说 非洲裔美国人 为什么在监狱里边 关押的人数比例比较高 为什么很多警察 在执法过程当中 会打死非洲裔美国人 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 在一些比较好的大学里边 占的学生比例比较低 民主党告诉非洲裔美国人 这是因为美国社会存在着 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刚才我们讲了 如果某一个政党 某一个政客 想发动基层革命的话 他首先要制造一个社会矛盾 这个社会矛盾 是可以令到社会的阶层对立的 有了对立 暴力革命就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我们看 过去一旦出现白人警察 击毙非洲裔美国人的时候 往往第一时间 各大媒体 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都会把它标签为 这就是证明了美国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比如说大家还记得 那个福克森小镇里面 一个18岁的非洲裔美国青年 被警察击毙了 当时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 什么美国大学生 无端被白人警察击毙了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证明了 第一 这个所谓的非洲裔美国青年 是首先抢劫在先 第二 他在遇到警察的时候 他走向警察 扑向警察 才令到警察开枪把他击毙 这个事情就被平息下去了 那么像这样的案件 每一次都会在一定的范围 产生一些暴力社会运动 直到弗洛伊德事件出现 过去我们讲了 很多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击毙 到头来都证明 他是一个刑事犯罪的嫌疑犯 因为对抗警察的执法 所以被击毙了 这种情况 在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击毙的 这个事件当中 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 但是直到弗洛伊德事件的出现 弗洛伊德同样也是个 刑事犯罪嫌疑犯 因为他使用假钞 但是问题是在执法过程当中 白人警察执法过度导致他死亡 终于黑命贵运动找到了一个爆发点 于是在那段时间 全美国都产生了社会暴力运动 再加上Antifa在背后推波助澜 美国社会的对立就产生了 而这个社会对立 被民主党把它解读为 川普执政之后 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 在这种情况下 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 不但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胜利了 并且在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都占据了优势 民主党终于用党内的激进派 以及支持他们的这个群众基础 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这对民主党来说 看起来是获得胜利 但是今天我们看佩洛西 想通过一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都没有办法得到党内左派的支持 我们就知道 这个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胜利 只是表面的 而这个表面的胜利 不能掩盖民主党内另外一股政治势力的兴起 令到民主党内出现了对立跟分裂 而这个对立跟分裂 今后是会走向更加分裂呢 还是双方能够拟合互相之间的这个差距 能够达成共识呢 我个人对民主党能够团结并不乐观 我们知道一旦不同的政治理念发生对立的时候 这种裂痕是很难抹平的 其实我们观察现在国际政治的很多政党内部 发生这类的矛盾都是这样 现在民主党内的这个极左派 在两次选举当中 就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 以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 虽然在民主党内的温和派的势力 要比党内的极左派还是要大得多 但是党内的极左派已经足以在国会里边 可以跟民主党的主流分庭抗礼了 这次两个重要开支法案 不能够付诸表决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这就是修杰过去在节目里面讲过的一个观点 民主党的温和派 像佩洛西啊 拜登啊 苏默啊 这种温和派的领袖 以为自己为了打倒川普 利用了党内的极左势力 然后让民主党在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 但是其实民主党因为这个胜利 已经让自己走向了一个困境 佩洛西什么时候能够说服党内的左派 能够把两个法案分开表决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所以现在拜登我们讲过了 他要向激进派让步说 我赞成两个法案捆绑在一起 但是问题是拜登说两个法案捆绑在一起 要把那狗肉法案 把那个3.5兆的法案缩减为两兆 民主党的极左派会答应拜登这个要求吗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我们看到民主党的极左派 现在绝不是说在党内跟民主党分庭抗理这么简单 他们的政治目标是要在民主党内取代现在的温和派 让自己变成主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现在民主党的左派在美国很多地方州或者在联邦的层面 在不断的推动更加多的极左政策 我们就拿加州举例就好了 加州在这个9月底举行了一个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什么内容呢 这个听证会其实是源于一个组织 叫做研究制定非洲裔美国人赔偿建议的工作组 加州有一位州务卿叫韦伯 韦伯本来是加州的众议员 因为加州原来的州务卿去了国会当参议员 所以他接任了这个加州州务卿 这个人的政治面目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包括这是在罢免有声的过程当中 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今天我们讲韦伯是讲他在当加州众议员的时候 他推出了一个AB3121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针对对非洲裔的美国人进行赔偿 为什么要对非洲裔美国人赔偿呢 这是因为美国过去有黑奴制度 这个黑奴制度在美国延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这个黑奴制度直到今天还对非洲裔美国人 有非常大的影响 今天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学术地位都跟白人有差距 那么非洲裔美国人正是因为受了这个黑奴制度的影响 所以才导致今天美国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那么韦伯的这个赔偿的想法是如何构思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节目 今天我们聊的是美国政坛上的左派右派 那么左派当然指的是民主党内的极左派 民主党内极左派啊 现在在党内已经跟主流跟温和派形成了分庭抗理 因为他们占据了大概50席的这个议席 如果民主党的主流得不到他们支持的话 想要通过任何法案恐怕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跟共和党之间的这个票差 大概只有7票到9票 民主党内的左派壮大到这个地步 那么他们除了跟温和主流派分庭抗理之外 他们还有更加大的政治目标吗 当然有啊他们要利用他们过去的政治成功的经验 要让自己取代现在的温和派成为民主党的主流 现在民主党的极左派啊 在美国联邦层面或者地方州政府层面 不断的在推动很多更加左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我们加州的州务卿韦伯 他本来是加州的众议员 他当众议员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AB3121法案 这个法案呢 说过去美国的黑奴制度对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影响太深远了 直至影响到现在 现在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都不如白人呢 就是因为黑奴制度的影响 所以美国政府是美国联邦政府 不是加州政府啊 要对非洲裔的美国人进行赔偿 赔偿多少呢 最好是每人40万美金 我们且不说这个40万美金合不合理 那么最近呢 加州的这个所谓的研究制定非洲裔美国人赔偿建议工作小组呢 又开会了 那么开会当然就是研究如何赔偿给黑人啊 这个州务卿伟伯啊 在这个研讨会上伟伯说 不但要向非洲裔美国人进行赔偿 并且呢 在加州首先要推动立法 立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所有在加州的非洲裔美国人 从学前班到社区大学毕业 通通都应该免费 我们看伟伯这个人啊 就是代表了美国现在民主党内的极左派 首先他的推出的政策是极左的 我们说如果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 美人可以得到40万美金赔偿的话 我们且不说这个赔偿的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 你怎么确定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非洲裔美国人 都是黑奴的后代 我们只是说当这种极左的政策推出 美国人帮政府有资金应付这个赔偿吗 没有 肯定没有 那么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非洲裔美国人就会觉得 像韦伯这样的民主党极左的政治人物 才是我们所要的政治人物 而今天我们得不到赔偿 就是因为美国存在像共和党 像民主党温和派这些坏的政治人物 它导致了我们得不到赔偿 怎么办 我们在选举当中 甚至我们用某种暴力抗议的方式 就要打倒这些共和党 打倒这些民主党的温和派 让这些极左派统治美国 我们得到赔偿的日子就快要到来了 这就是民主党极左派 这就是韦伯这种政治人物 他们在政坛想达到的政治目的 韦伯除了推出要赔偿给每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之外 现在又推出了在加州 要对这个非洲裔美国人有倾斜政策 让他们从这个学前班到这个社区大学 统统都免费 这种做法正是符合了我们之前讲的 左派在发动革命之前 他们要创造的社会氛围跟舆论 就是他把这个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 如果在加州的非洲裔美国人 都得到了某一种特殊待遇 那么这个阶层这个阶级是不是跟其他主义的人 就形成了一个对立 当社会更加对立的时候 民主党的左派才会有机会得到他们更大的政治好处 这才是韦伯真实的政治目的 所以一句话 民主党的极左派要想取代民主党现在的主流温和派 成为民主党的统治者的话 他们必须要制造社会的分裂 支持非法移民 支持非法移民有选举权 令到非法移民跟美国的合法的选民产生对立 支持非洲裔的美国人不断的获得特殊的优惠 无论是在金钱上 在入学上 在就职上 在分配到联邦政府的合同上 有不断的照顾的话 令到非洲裔的美国人跟其他主义产生了对立 当社会出现对立 出现分裂的时候 这些左派政治人物是最好获取政治利益的时候 美国的温和派选民或者保守派选民 怎么样看待这些极左派的政治人物呢 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比如说加州举行的这个所谓赔偿非洲裔美国人的工作小组 在开会的时候啊 就有一些民众到这个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有一位叫卡什盖恩兹的这个男士 在演讲当中说 他说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向非洲裔的美国人现金赔偿 我们还要直接给他们土地 每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应该获得40英谋土地 跟一辆特斯拉 你听起来这个说法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当这个盖恩兹在这个议会当中表达了这个观点的时候啊 包括那个赔偿非洲裔美国人工作小组的九位工作人员 当中都有人啊 不禁哑然失笑 我们从这些这个小组工作人员 这些州议员的这个笑声当中啊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内心世界也知道 这种所谓的赔偿多荒唐 那么这位叫盖恩兹的男子所说的 40亩的一辆特斯拉轿车 其实啊他是有个历史故事的 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共和党不是主张解放黑奴 民主党不是反对解放黑奴吗 所以双方发生了这个内战 当这个内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啊 北方联邦军队当中有位著名的将领谢尔曼将军 谢尔曼将军是林肯的支持者 那么他积极主张废除奴隶制 所以他在内战过程当中啊 接触了一些黑人教会的牧师 那么在那里呢 他问这个牧师 如果黑奴被解放之后 你们要什么 牧师告诉这个谢尔曼将军说 我们当然要得到土地 于是谢尔曼将军就给他们一个承诺 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黑奴不但会得到解放 每一个黑奴会得到40亩地加一头裸子 这就是当时联邦军队对黑奴许下的承诺 南北战争结束了 黑奴确实得到了解放 但是这些黑奴得到了40亩地跟一头裸子吗 当然没有 这个40亩地一头裸子啊 一般在美国政坛上 被形容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位叫盖恩斯的男子 他在这个州议会的这个研讨会上 发表这份言论啊 他其实是在讽刺民主党人这个荒唐的政策 只不过他很会与时俱进 他把40亩地一头裸子 改成了40亩地一辆特斯拉 为什么他特别说要40亩地一台特斯拉呢 他顺便还讽刺了加州州长 纽森的环保政策 他说纽森不是说2035年之前 要把所有的汽油驱动的车全部淘汰 要变成电车吗 他所以现在赔偿给这个非洲裔美国人 就要加这个特斯拉 这位市民在这个议会上发言 让我们看到温和派的选民 或者说美国中间选民 是如何看待民主党这些极左的政策的 那么一方面是民主党的极左派 试图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实力 取代现在的温和派 成为民主党的主导者 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温和派选民 对民主党的极左政策越来越反感 那么接下来美国社会 美国的选民会如何看待美国的政治 如何看待民主党跟共和党 这两个政党呢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明天或者我们再就这个话题 再看看最近美国政坛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闻 让我们看到温和派的选民 甚至是温和派的民主党人 如何看待民主党内极左派 这种荒唐的政策 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